所以這裏全部都是球表面 一個個洞 然後石頭很黑 泥也很黑 這裏就是Tenerife最美的沙灘 我放電話進來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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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 歡迎回到JennyJerry Channel 十二日的生日之旅 郵輪之旅 來到第五日 未看之前的那些 可以看回有相閣 有個playlist 那昨天呢就是 Dare at Sea 亦都拍了一條 Reals or Shorts 想怎樣叫就怎樣叫 亦都可以放回資訊欄 可以看一下 一天在海道 在郵輪上有什麼可以做 由第五日呢 終於去到Canary Islands 亦都是這次整個旅程的重點行程 根本就是 用了四天才到來 那一刻 因為很難去到 現在在摩洛哥對出的海面 已經去到非洲對出的海面 所以呢 外面有二十三度 在Wind Jam 即是那個自助餐那裏 找了一個 船尾極靚的位置 可以看著船 那些 後面那些浪呢 就一直看著它 一邊吃早餐 還有呢 夠暖 可以穿背心 我嘗試吃得健康一點 在Crustle 所以呢 拿了腸 蛋 這個Muesli 沒有其他蛋白質的選擇了 腸東西最好 我看到剛才人 有半碟 都是熟到焦的煙肉 是山的 山全部都是熟到焦的煙肉 沒辦法 沒什麼其他選擇 蛋 Muesli 這個Muffin 要不要回碟生果平衡一下呢 昨天呢 在海道呢 去到十二點幾 已經是 完全沒有位置了 在Pudek那裏 那現在呢 是十點半 都是呢 已經接近沒有位置 九成沒有位置 只剩下單點位 我可以給大家看看 究竟 Pudek有記憶 還有呢 那些椅子呢 放得很密 但還是沒有位置 幸好呢 被我放到一個 在柱旁邊的靚位 那我可以呢 不用跟人家 但如果大家想曬太陽的話呢 都是呢 給我一個提示大家 就是呢 早上 十點到呢 就好來把位置 然後呢 可能呢 曬到呢 一兩點啦 那當然就不要把位置 但呢 去到下午呢 可以把活動拼在下午才做 那你早上又曬得舒服一點 那下午又不需要 溫度位置 朝陽的太陽出來呢 已經差不多到了 就是這樣 好像有些荒山片野 那樣 像是有一個綠洲 然後還有很多白色的屋默 看看有沒有想到 逛一些 在吃宴的時候 已經悶悶地變了岸 好像有點荒蕪的感覺 我們也在這裡預約了 我們全國旅行的唯一一個 excursion 這個 excursion 叫做 Best of South Lanzarote 它在島上是長型的 我們就在下面玩 有些是可以玩整個島的 就會長一點 那隻玩下面可能是四至五小時 我都不知道應該有什麼看 它有一個叫做 Tiemann Fire National Park 這裡的幾個島都是火山地形 所以好像比較多 沒有那麼多樹 但實際有什麼體驗呢 我們稍後參加看下去 大家就知道了 我都不知道預期什麼 要下船 首先要經過賭場 我們來到這個場地 叫做 Aracife 有眼看完 正常的場地都是早上去到 然後早上就離開 但因為原本第一站是去Madeira 但因為他們有Strike 一兩個星期前告訴我們他們有Strike 所以就要移動整個行程 所以就變成要先下來南邊的島 所以第一站來到Lanzarote 所以到現在兩點多才到 好幸好我們預約了這個行程 就照樣走給我們 總之你下船之後半小時之內去到找到他 就照樣帶你去這個tour 所以就傍晚才回來這個port 謝謝 這就是Ramon Ramon Ramon 非常有經驗的行程 在路上 不知道可以直接看到那個跑道 不知道大家看到不看到 好 第一站來到這個tman fire national park 基本上就是一個 全部都是用鴨做出來的地 他在做一個 很危險 嘩 嘩 你看 嘩 你看 他想告訴大家 這裏火山口的石 有多熱 他一直挖下去 石頭就會越熱 他這裏是直接用地殼 不是地殼 直接用這裏南石自然的熱力 他說可以去到200度的公運 可以將來前面這一堆乾草 直接將它燒著 直接將它燒著 哈哈 他這裏拿進來之後 就是一個 一個information center visitor center 旁邊還有一個很漂亮的玻璃 玻璃屋的一間餐廳 但是呢 後面呢 就是 方野 好像月球的表面 嘩 這些洞口呢 是4至6米深 你可以幻想一下 裡面的 地 有多熱 2 1 1 2 1 1 2 1 1 2 1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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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現在呢 背光 但是呢 後面這一個位呢 就是 那個鐵蠻花 National Park 它很大的 進來呢 基本上全部呢 都是火山造的地 因為呢 由1730 去到1736年呢 就不斷地火山爆發 在這個島上 然後呢 就造成一個火山地 所以地下踩到的所有地 都是火山熔岩造出來 那之後 其實19世紀都繼續有火山爆發 那所以這裏拿進來 全部都是好像月球表面 真的 一個個洞 然後呢 那些石子很黑 那些泥很黑 那樣 那 那現在如果對地 你有多小認識 你就知道 其實火山熔岩 是很有抗物質 很有營養 很肥皂的 那為什麼它就 就是 騙地方野呢 主要就是因為 這裏 不下雨 一年呢 平均下15至16天的魚 所以變成 根本就沒有可以生長 都用不到它的 礦物質和營養 那 就繼續成為一個 突 突一突的一個表面 三百年呢 都是這樣 但是現在呢 就沒有活躍的火山了 但我覺得最好笑呢 就是這裏 就是 什麼都沒有 但是呢 就不斷有旅行團上來了 不斷不斷不斷地上來了 然後呢 就不斷做那三個實驗 剛才我被水噴了一下 這個是 應該是以前的火山洞 看看旁邊的顏色 紅紅紅紅紅紅紅 前面這些是 那些溶岩呢 流下來的時候的 一些Drips Lava Drips 你看到它 包著一些石在一起 這樣流下來 然後已經猜了 現在我們上到呢 整個 National Park 的最高點 這個是那個 鐵曼花的山 也是呢 這個National Park 名的 的 來源 你看到 其實很斜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是相機裡面 這裏基本上就是那個山洞 那個火山口 這裏主要的房子都是白色 一兩層 因為它有很多高度限制 但是呢 最有趣的是呢 它呢 是兩條馬路中間 仍然是 這些火山的岩石 好奇特的地形 現在我們走到第二個景點 Green Lagoon 冰到一個Blue Lagoon 我們現在要去Green Lagoon 它也是 南邊其中一個小景點 下了車 其實也是走幾分鐘 其實如果這裏不是 那麼多遊客呢 我看看有多少遊客 就有那麼多遊客 其實在這裏走的 真的 應該很特別 因為全部都是 石沙 荒木 那樣 但是呢 有些女孩在這裏 就變了 有點古怪 到了 就是這個了 綠色的 為什麼是綠色呢 就是因為它有些 珊瑚礁 還有一些海藻 沒有藻類的 整物 一直維持著它 就不要 貼到那個海 海其實只是 隔離而已 還有那個導遊說 不知道究竟 這個戶 究竟有多深 但是呢 也都 沒有人想 花你的資源去看 其實它呢 一直在收縮 那個面積 但是呢 因為始終都有一些 雨水啊 幫它補吸著 但是呢 終有一天 終有一天它呢 都會乾坑的了 其實我對 旁邊的石 更加興趣 你看這裏 一個折折的 這裏的石 然後這裏 一直都是 然後這裏呢 就是 一些 好像 石粒呢 滑下來 下面的感覺 然後再去過那些呢 這裏呢 就是紅色的那些石 去到對面呢 海邊那裏呢 有一些很黑的石 那些火山岩那些 那裏有一個 小的 灣 一個 海灣 不是海灣 石灣 今天呢 我看到人在那裏 曬太陽 現在正在去的 大家最喜歡的環節 就是喝酒 喝酒 喝酒 這一頭呢 這個地方呢 叫做 Lageria 所以呢 就 有這裏出產的 酒 開始喝 摩斯卡塔拉 我想你這裡賣的酒是不可以 它會想你離開的時候才給你 即是不可以賣上去 你要讓它保持著 然後下船的時候才可以拿回 一瓶你可以拿上去 但之後你買任何東西都不可以在船上 Red Tinto Red Wine Tinto Vino Rosado Rose 也不是真的很貴 其實十幾歐一支 很喜歡它的標誌 這裡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種椅子的時候 會是畫這些 一個大半圓形 然後就把 椅子仲在裡面 這樣就防止 風吹到它們死了 像一支甜酒 也挺好吃 每一個Canary Islands 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雖然全部都是靠旅遊業來衛生 始終去到這麼 藍 但也接近全年十二個月 都有好天氣 唯獨是可能 也不會的 就算是冬天 聖誕也有十幾二十度 既然不下雨 所以真的 又在EU裡面 又在歐盟裡面 所以真的 是一個很方便的旅遊景點 我想 Lancelote 主要就是它的地勢 比較有名 就是看這些貨山 地形和地勢 之後連續幾天 會繼續去買其他島 大家一邊看下去 就會知道多些 認識多些 不同 每一個島的特色 現在趁著 早上午了 午6時半 今晚9時半才要上船 在海旁 走一走走 找一間Tapas Spa 去吃吃東西 喝杯酒 不用經常吃船上的食物 這裡有點像 長洲或者西貢的海旁 特別是 忘婚的時候 那種感覺 讓別人坐在外面吃東西 想清很舒服 喵喵 它很瘦 沒有飯吃 我還是說 不是的,它是啡色的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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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剛才的Tour怎樣? 先說多少錢 Tour一個人是80歐 很貴 Total幾個小時? Total 3 4 也有4 即20元一個小時 2,3,4,5,6 20歐一個小時 20歐一個小時 但我上去App那裡看 最少都是100歐 同樣行程 最少是150美金 同樣行程 所以我才預約這個 也是貴的 但是 我覺得很貴 那你要擺巴士還是導遊 比較可惜就是 因為改了船的時間 所以 景點會趕著走 然後 剛才 最後有個景點 因為他6點就關門 有個廟師任的物體 其實6點就關門 所以就 他一開車到門口 然後他說 Cerrado 他說closed 然後就沒了 沒了 沒了 沒了景點 只剩下3個景點 但又很趕 沒了 沒有 他就說 不要 不是我放下 這是一船市 這樣 香港人的最強 但是 但是 你如果來一天 你就真的只可以是這樣 我覺得他帶了你最重要 去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你不開車 不是有旅遊巴 他喝不到去 對 除了你 你一天 去到最重要的景點 那就是 Excursion 的目的 所以跪一點 都可以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來的話 可以參加 Best of Lanzarote 即是 南北都看完 南呢 也有一個 Lagoon 叫做什麼 叫做 哈米歐斯 哈米歐斯的阿華 就會看到一個 好像泳池的物體 這個就是在 Lanzarote的北邊 所以大家是 預約到 有時間 就可以預約那個 可能看到的 會多些 但其實剛才都挺傲 可能會有人車廊 傲是 每個人都會傲 是啊 如果大家 不習慣 坐出無人車廊 就可能參加一半 短一點的那個 如果無人車廊 就參加長的那個 如果你們是無人車廊 你應該直接不要來 Lanzarote 但是 它的景點 又很難得的 全部都是三上高 然後全部都是很崎嶇的路 那 你就算你是 最強的車手 你都會 在那裡 當去 那些車 因為根本鐵路 然後迂迴谷 又上山下山 就這麼簡單 所以 我們搭去遊巴 Suppose 已經是最 定的了 但它都是 到處 都運航到我 這樣 現在自己開 都要想一想 自己的駕駛能力 我們不知道 是不是進去National Park 要轉 旅遊巴 或者觀光巴士 才可以進去 因為始終都是一些 受保護的地方 大家如果真的自駕遊 或者來玩幾天 想 自己開車進去National Park 就自己搜尋一下 我們現在吃東西 相機沒有電 明天去Tenerife Good night 早晨 轉眼間 來了Tenerife 你可以叫Tenerife 或者Tenerife 都可以 看看你是什麼毒化 這裏就是Tenerife 最美麗的 其中一個沙灘 叫做 Plea de las Teresitas 如果在Porto過來 坐巴士 就半個小時 如果直接坐的士 也可以 那就三個小時 左右 昨天我剪片的時候 發現 原來去Shaw Excursion 由Tenerife 去Las Teresitas 沙灘 要34美金 而我坐巴士 只是一個半歐羅 所以 如果大家是去 可以算是坐巴士 或者坐的士 都會便宜過 跟船的服務 好 先回去沙灘 看到 現在是早上10點多 已經很多人在沙灘 剛才呢 剛才呢 就在後面 最遠的那個位置 屋的那個位置 啊 忘記說是哪個Port 那Port就是 叫Santa Cruz Santa Cruz de Tenerife 那 就在這邊 就是巴士總站 然後就走了 大概10分鐘 就來到整個 這個沙灘 這個灣的 另一個 嘟嘟 那這裏就會 沒有那麼多人 走來走去 和沒有那麼多遊客 雖然呢 其實不少 可以給大家 看一看那個 沙灘 它這裏最好呢 就是 靠山面海 首先這邊 是個山 這裏一路 全部都是山 然後呢 海呢 前面也有個堤壩 一路 頂住所有浪 所以 這個灣裡面 是非常之平靜的 然後 看到那邊 全部都是山 然後前面 就是一個小鎮 很多這些 很漂亮 沿著山建的白星屋 先 看看水 嘟 也有這裏 但是它這裏 最好就是 它下去的波度 是很平 很扁的 所以不會一下子 突然沉了下去 你可以慢慢地走下去 現在走到也 有點遠 但是呢 仍然只是去到 大腿的位置 嘟 嘟 好痛 好痛 走回去了 但是呢 它這裏不好 就是後面有些 運油船 保持著後面 也有 好幾架 這裏影響了景觀 城門各位的 城門各位的後外 那條天體沙灘片 已經很快過了一盤景觀 明天 明天 我的世界是明天 這裏影響就是下個星期 下條片 就會去Gran Canaria 最受歡迎的一個天體沙灘 在沙幽裏面 有興趣 而有未訂閱的朋友 嘩 好大風 就記得訂閱定先 很多人看了片 都未訂閱 訂閱吧 這裏真的蠻舒服的 但是呢 唯一的好處 亦是不好處 就是你的沙太幼了 所以每次呢 一有風吹來的時候呢 就好像沙塵埗 沒有的嘛 嘩 不停撇過來的小沙 嘩 所有東西呢 每一行面 全部都是沙 給大家看一下 太陽眼鏡 全部都塞了沙 然後 就是太陽油 當然是 絲太沙 我擺… 嘩 又來了 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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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擺了一顆耳機一會 只是下水而已 嘩 全部都是沙 沒有辦法了 因為呢 麥克風也是全部都是沙 全身現在都是沙 所以我呢 捱凍呢 都要下去水裡 沖一沖 希望我沖回來之前 你的相機不會塌 拜拜 好了 現在呢 下來 Santa Cruz這邊 就是Tenerife的首都 但剛才Google有什麼做呢 其實呢 這個首都沒有什麼做的 但很多人都是去附近National Park 或者去看一下沙灘 第一就是剛才我去的沙灘 其他就是附近的大自然環境 觀景 那樣 所以我也知道有朋友是 環島遊的 Tenerife 那就 玩幾天 又玩完整個島 這樣 那 Cruise的好處就是 可以去很多不同景點 不好處就是 就是每一個景點 只可以留一天 那你看到多少就是多少 或者你沒有旅遊的 那你就會在那個島上到處去 那樣 但是有機會就會回來的 我比較好奇呢 就是如果大家有來過 Canary Islands 如果有好的resort 你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那就遲些 有機會回來 這幾個島 結了一個 那就可以 真的在resort 留幾天去放鬆 那樣 如果大家有 好的介紹 就留言給大家看一下 每次去歐洲旅行 都有一天 一頓 至少要吃 中國食物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點了一個 我點了一個 甜酸豬 但是它是這樣的吃的 它是黃色的 是黃色的 CAMMAN這個是炸醬麵 好 試吃 黃色的 甜酸豬 不是你想想中的味道 它近乎是 咖啡雞 咖啡蜜糖 那隻 那隻 那隻醬 不是難吃的 只是科不對版 可以吃吃飯 好像很久沒吃過飯 吃我這個 這個好像 它的樣子 好像穩陣一點 擦麵 不辣的 味道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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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後面這裡就是那個大廣場 叫Plaza de España 就是西班牙廣場 不知道為什麼呢 將有一個超級目的大的圓形水池 我想就是給大家降溫 現在 差不多10月 也有27度 今天 我想 夏天就可能 三十七八度 也就這樣 就是一個很大的水池 在這裡 剛才也有人在下面 不過 現在沒有了 這麼舒服的水 現在走到船上 最印象的 我覺得是 這個山脈的 觀景 而且 那些屋 是沿著那個山 一直起起上去 我覺得這個位置 是 最美的 這幾多熱面的山脈 然後這隻船就在這裡 納沙升起來了 終於有第一隻 Tower Animal 今天是第六天了 已經 看 其他 咦 我先看一眼 我們找到最好的時機 來這個 In Door Pool 裡面的Hot Hub 就是 六、七點 大家去吃飯的時候 一旦 一旦 開酒 我們就可以坐在這個 鹿巴這個Hot Hub 看著船 我們走吧 好了 衝完了 換完衣服了 今晚是Caribbean night 所以 可以穿花花衣 全套預備好了 其實都是 給大家藉口 給他拍照之後 就買照片來 紀念榴槤而已 但我們今天去吃 至上美的自助餐 所以就不拍了 還是要拍呢 不拍了 下支影片還是繼續去吃 記得留意 like comment subscribe share share 明天 會去Gran Canaria 其實只是左邊 右邊 這麼近距離 Lansom Lotty 在這裡 明天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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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